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血管堵了手脚先知 那么今天何医生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如何通过我们手脚的一些先兆信号 来去早期识别血栓性疾病 那特别是过了45岁呢 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非常的高 它的发生率比癌症还要高 可以说是影响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 如果是动脉堵塞了 那么就容易出现心梗 脑梗中风就发生了 如果是静脉堵塞了 容易出现下肢的血栓 下肢血栓脱落之后呢 又容易出现这种肺栓塞 所以不管是动脉堵塞也好 静脉堵塞也好 都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手脚的一些先兆信号 来去早期识别这种血栓性疾病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手脚的皮肤发红发紫 甚至发黑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考虑血液粘稠 红细胞一致导致的这种色素沉着 所以呢如果是出现这种手脚的皮肤 发红发紫 甚至发黑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要排除一下是否有血栓性疾病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手脚冰凉麻木 那么如果手脚冰凉特别是盖了被子 还是很凉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要警惕是否有血栓性疾病 那么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这种手脚的发麻 这种就是考虑血管医治之后呢 影响神经那么导致的一个麻木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下肢出现这种肿胀 出现水肿 特别是我们大腿根部肿胀 有些时候呢会出现这种一边大腿肿胀 一边跟原来一样 那这种情况下要警惕这种肿胀的一边的腿 是否出现了一个血栓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出现下肢的疼痛 那这种疼痛呢经常跟这种肿胀伴随在一起 那如果是有这种疼痛出现 特别是伴随这种肿胀 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去查一下下肢的血管 动静脉的踩操 那这种情况下呢来排除是否有急性的血栓 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 那第一个呢就是手脚的皮肤发红发紫发黑 那第二个手脚冰凉麻木 第三个就是这种下肢的肿胀 第四个下肢的疼痛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四个方面的信号 先照信号来去早期的识别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 我们可以及早的去医院 做一下你的这种血糖啊血脂啊 测一下血压 还有凝血功能 还有就是颈动脉的踩操 还有就是下肢动静脉的踩操 来去排除是否有血栓性疾病 那么接下来呢 何医生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去养护我们的血管 那主要何医生建议呢大家做到三个多 那第一个呢就是多喝水 喝水能够稀释我们血液的粘稠 来去预防血栓性疾病 那第二个呢就是多运动 那有研究表明了经常运动的人群呢 他比不运动的这一部分人群 他的这种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可以下降20% 那第三个呢就是多喝绿茶 那日本有一项研究 把四万名成年人进行研究 发现这种经常喝绿茶的人群 比这种很少喝绿茶的人群 他的一个冠心病啊 还有就是心梗啊 还有就是脑梗啊等等 血管性啊血栓性疾病 他的一个发生率啊可以下降26% 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喝绿茶 那么如果是这种体质非常怕冷的啊 脾胃比较弱的 那不建议经常喝这个绿茶 不建议经常喝浓茶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伤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